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毅博商务有多强? 2023年续签商务多达17个,新代言又在路上了。 似乎自从王毅博过了2021年那段疯狂接代言的日子后,一些网友对于他的商业价值评估就下滑了,毕竟他们只能看到最浅显的数字,而王毅博的新代言的确不是从前那么多了。 只不过一个艺人的商业价值好不好,除了看新代言之外,品牌的续约也是还能重要的,如果艺人真的不行,品牌又怎么会选择续约呢? 今年是2023年,那么王毅博与2019年1月份签约的植村秀的合作已经有5年了。 与2019年11月份合作的奥迪已有4年,与2019年12月份合作的红米手机已有4年,与2020年7月份合作的优酷已有4年, 与2020年7月份合作的百雀灵已有7年,与2021年1月份合作的纯针已有3年,与2021年1月份合作的伊维斯福神已有3年,与2021年4月份合作的安踏已有3年,与2021年5月份合作的生气啵啵啵已有3年。 与2021年5月份合作的庸床天涯雪花啤酒已有3年, 与2021年6月份合作的香奈儿已有三年 与2021年7月份合作的黑狮白皮已有三年 与2021年10月份合作的郊内已有两年 与2021年10月份合作的荣泰按摩椅已有两年 与2021年12月份合作的海伦凯勒已有两年 与2022年4月份合作的康师傅冰红茶已有两年 与2022年8月份合作的林氏家居已有两年 整整17个品牌都与王一博选择了续约 甚至有些品牌与王一博的合作高达4、5年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王一博的商务能力有多强吗? 优秀的品牌与优秀的代言人从来都是惺惺相惜的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绝对是一起绝尘的存在 他不只有17个商务续约 新的代言也是业内的佼佼者 前不久 王一博刚刚官宣了宝可梦卡牌的代言 实话实说 虽然这个代言很多粉丝都不了解 甚至代言过后都不知道该如何充销量 但不可否认 宝可梦这个IP是全球第一的 在所有的品类中 它是最赚钱的那一个 而马上 王一博又要官宣一个全球代言品牌 那就是贝斯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贝斯这个品牌年年都是双11的行业top1 在没有代言人加持的情况下 年年都有捷豹传来 是各个品牌的数码配件冠军 是真正的全球扑货 所以贝斯给王一博的这个全球权限的抬头也是实打实的硬 而王一博的影视作品也在多个国家上映 并且收获了好成绩 此番他们的合作那绝对是强强联合 可以给到彼此更广阔的未来 所以呀 那些对王一博的商业价值酸言酸语的黑子们可以省省了 品牌方都不是傻子 如果王一博真的不行 奥迪会跟他签四年 红米手机会跟他签四年 最想赚钱的视频网站优酷会跟他合作四年 宝可梦有代言人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吧 怎么就是王一博呢 贝斯给到王一博的抬头怎么就是全球呢 王一博提名金鹿奖最佳男主角 26岁的他 已经足够优秀 王一博 这个年仅26岁的年轻人 已经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崭露头角 成为了备受关注的演员 他的出色表现和不懈努力 让他获得了金鹿奖最佳男演员的提名 这无疑是对他演技和努力的肯定 王一博的才华和实力是无可置疑的 他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 已经凭借三部入围的电影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这三部电影分别是《无名》 《长空之王》和《热烈》 每一部作品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和口碑 这让他成为了电影圈的一匹黑马 而这次的王一博正是凭着电影《热烈》提名了 金鹿奖最佳男演员 与他一同竞争的王宝强、张毅、朱一龙、易阳千玺 王一博作为入行电影圈半年左右的新人 能够与知名演员王宝强等知名艺人 一同入围金鹿奖最佳男演员 无疑是对他演技和潜力的认可 这不仅体现了他在电影热烈中的出色表现 也证明了他的实力在电影圈得到了广泛认可 首先 王一博的入围将为更多新人树立榜样 在演艺圈 新人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和压力 而王一博的成功无疑为更多有梦想的年轻人 提供了榜样和动力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你有才华和努力 就一定能够在这个行业中展露头角 其次 王一博的入围也将提升电影热烈的关注度和口碑 作为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 该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而王一博的入围将吸引更多观众关注这部电影 从而提升其知名度和口碑 这对于电影的制作方和投资方来说 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并且热烈仍旧在上映中 虽然排片已经不多了 但票房依旧在稳步增长中 最后 王一博的入围也将为金路奖增添更多的看点和话题 作为一项重要的电影奖项 金路奖的颁发一直备受关注 王一博作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 他的入围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关注该奖项 从而为金路奖增添更多的活力和新鲜感 王一博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他的努力和拼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他曾经说过 不努力就对不起自己的梦想 这样的信念让他在每一个角色中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王一博的人品和性格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他谦逊低调 清醒通透 有着强烈的上进心和谦卑心 这些品质让他在业内和粉丝中都备受赞誉 总之 王一博的才华 努力和人品让他成为了备受尊重和喜爱的演员 他的提名及肯定 证明了他的实力和价值 我们相信 未来的日子里 他一定会继续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期待金鹿奖最佳男演员最终的名单出炉 但对于王一博来说 能够有提名就真的是一份肯定了 还是个电影小心人呢 能够有如此成绩实在是优秀 电影人王一博未来可期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